Hello 筆記道 繼續講李光耀 新加坡開國的總理李光耀的中國程義傑 今次就是講李光耀先生和鄧小平之間的一些往事 也影響了後世很重要的 究竟是甚麼事呢?1978年10月 鄧小平訪問新加坡的時候 當時中國在極左時期一直稱新加坡是美帝的 美帝國主義的走狗 當時鄧小平來到新加坡的時候 看到你們的改革開放很厲害 引入外資也很厲害 吃驚之餘也問 談到中國怎樣可以針對引進外資的部分 當時李光耀先生說你必須要停止革命輸出 鄧小平停了一會兒 接著就跟他說 你要我怎樣做? 接著李光耀就說 都嚇了一驚 他就大膽繼續說 喂!最好你當然是停止在馬共和印度尼西亞 共和國在華南的電台廣播 停止對遊擊隊的支持 李光耀後來回憶 我從來沒見過一位共產黨的領袖 在現實面前會願意放棄一己之見 甚至問我他要做些甚麼 所以這一次新加坡之行 鄧小平以驚人謙虛代表了中國共產黨和政府 承認被改正的兩個錯誤 一個就是改變保守自閉 主張對外開放引進外資 而是接受建議不再搞革命輸出 大大改善了中國的對外關係 李光耀後來在回憶這次的會面時還敢說 當時鄧小平是我所見過的領導人當中 給我最印象深刻的一位 儘管他只有五英尺高 但是人中之劫 雖然年屆七十四在面對不愉快的現實時 他隨時準備改變自己的想法 兩年後中國和馬來西亞和泰國兩地的共產黨 分別做了其他安排 果然從此中子裡電台的廣播 這個就是李光耀對鄧小平的一種態度 胡溫執政的時間 李光耀曾被問及他對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的看法 他在一個亞洲領導人峰會主題會議上 他曾經這樣透露 之前他在會見美國總統幕僚的時候 曾被問及美國應把中國視為朋友 或是敵人 他回答是目前而言 兩者都不是 他隨即補充決 接下來二十年的時間 跟美國打交道 將會是不同背景的中國領導人 現任中國領導人 是最後一批受騷亂時代影響的領導人 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 他們是第一代 第一外語是俄語 但是年輕一代的領袖 是市級的領導 他們第一外語是英語 接下來二十年 假設政治建制跟目前偏離不遠 當你跟中國國家主席總理 部長和中國中央政治委員 他們都會十分了解你說什麼 他們可以談判跟你說中文 但坐下來跟你喝咖啡時 他們會說一口流利的英語 他們很可能在英國、歐洲或者美國大學 畢業工商管理實事、博士 對外 將會是一個非常不同的挑戰 好了 談到中共新的總書記習近平時 李光耀的說法是這樣的 他是一個沉穩的人 他並非是說 他不會跟你談論事情 我的意思是 他不會出賣他的喜愛與厭惡 或者你說了一些事情 他感到不快、不開心 他只會經常掛念一張笑臉 他的靈魂部分堅硬如鐵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 高速增長 國際地位不斷增強 由美國金融業引發的全球金融經濟危機 不但重創了美國經濟實體 也央及全世界各國 進一步打擊了美國國際形象 而在世界新經濟體崛起中 例如中國、印度、巴西都意味著 國際大局將會發生重大調整 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會日益崛起 令到世界許多國家領導人感到不安 這也包括新加坡 當前的總理李光耀 在2009年10月28日 李光耀警告過美國 稱 若不繼續參與亞洲事務平衡 中國軍事經濟 將失去全球領導性地位 當時李光耀已經86歲了 大家清楚知道 經過這三個段落 就明白 成先 啟後 繼往開來的新加坡 好了 好